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上班是比过年还要幸福的一件事 有的时候过年比上班还要累 好像那几天并不是为了放假而设计的 好像都在忙一些事情 早上晚上早上晚上反正忙了个不停不了 等到真正上班的时候 好像才特别松了一口气 或者是快要收价前那一两天 才有时间可以闲下来 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大家早安 我是张鑫 很高兴在这个礼拜一的早上 又能够坐在院子里面跟大家聊聊天 刚刚从健身房运动回来 天气特别特别棒 太阳很大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家院子的介绍 我能够坐在这个樱花树下面 跟大家聊聊天 真的特别开心 当初我们买这个房子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 我们把院子给保留下来 一方面是我们小时候住在眷村 喜欢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再一方面我们希望这块土地 不要被我们盖满了 它还能够继续呼吸 另外你看我们种上这几棵 大的梅花 樱花 它真的会让整个房子的感觉不一样 显得更有生气 但是一年当中啊 大概就是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是我们院子的高光时刻 很多好朋友如果经过这里 或过年回家 或者是有一些专门要拍婚纱的好朋友 都会停在我们家前面 把我们家当成背景拍拍照 留下一生当中美好的回忆 这不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吗 但我说高光时刻只有这一个多礼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樱花它整个花季和花期原本就不长 就是开一个多礼拜就差不多了 而梅花就没有那么茂密的花朵 通常樱花还没开花的时候 梅花会先开 它会让院子里面充满了那个 梅花的香味 但是花的观赏性就不像樱花这么花团锦簇啦 各有各的优胜略败之处 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多礼拜是最好的观赏时间和高光时刻呢 因为梅花在开的时候 通常都还非常的冷 在院子里面坐不久要不就是比较阴暗的天气 要不就是有点下雨 要不然就是10度左右的天气 所以坐不了太久 可能喝杯咖啡啊 就拿个暖暖包呼一呼赏上上花 或者是热一点酒 青梅煮酒润英雄嘛 咱们就赶快回到屋子里面去 隔着那个落地窗 落地窗赏花了 但是樱花开的时候 这个时候刚好我们所谓的春暖花开 太阳出来了 可是气候不会 温度不会太高也不会太热 刚刚好不冷不乐 坐在院子里面特别棒 而且这个礼拜 因为温度刚刚好提升上来 所以也没有蚊子 不然坐在我们家院子里面 夏天的话 可能坐没有多久就贫血了 血会被蚊子给吸光光 你看 今天选了个这个日本的星巴克的杯子 上面还有一些樱花的图样 然后配着我自己的咖啡 然后它这个樱花就自己掉进去了 喝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 现在过年刚好过完了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上班是比过年还要幸福的一件事 有的时候过年比上班还要累 今年我倒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我跟我老婆讨论了之后 觉得今年过年我们两个特别特别轻松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结论 也想跟大家分享 过往为什么觉得过年比上班还要累 总觉得好像没有休息到 他廉价时间就七天 好像七天都在做事 八天八天都在做事 九天九天都在做事 好像那几天并不是为了放假而设计的 好像都在忙一些事情 早上晚上早上晚上反正忙了个不停不了 等到真正上班的时候 好像才特别松了一口气 或者是快要收假前那一两天才有时间可以闲下来 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对过年假期的期望不是希望 所有的亲朋好友或者亲戚大家都聚在一起 然后聊聊天吃吃喝喝放松一下 画画家常把一整年的思念 把一整年经历过的事情 大家互相分享 然后开开心心的 然后修一个假 不管到谁家里面去 我们期望的都是这种感觉 然后也希望跟幼稚园啊 国小国中同学聚一聚 为什么呢 因为国中国小幼稚园的同学 大概都会住在家里附近 平常都到世界各地 或者到台湾每个地方 自己去上班忙自己 大家都成家立业了嘛 也只有过年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会回到自己的老家来 至少两天三天 女生可能大年初二才回来 男生可能除夕或除夕前一天就回来了 所以趁这个时候 还能跟平常不容易见面的 国小国中或者是幼稚园同学 见个面聊聊天 开个同学会了 再来一个 就是过年前需要做大扫除嘛 我们讲除就不新 把整个家里整理清整理干净 然后也希望为第二年 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你看我把这些东西讲完之后 大家觉不觉得这就是我们小时候 对过年的一个期待 而且过年可以放一段长长的假期 不用管工作 也不用那个管课业 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可是为什么在前几年 我总觉得上班反而松了一口气 过年好像比上班还要忙碌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 以前和今年觉得轻松的一个最大的差异 第一个 第一个 因为我自己成家立业了嘛 房子已经我们可以自己掌控 我就把很多过年时候的传统习俗给取消掉了 反正现在我做主啊 第一个就是过年前的大扫除 以前我们家是要 过年前是要特别大扫除的 可能需要花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做大扫除 因为我们都是透天的房子嘛 住在乡下 平常都在上班 真正整理家里的时间也不多 你可能看到房子这么大一间院子需要整理需要除草 我光坐在院子里面把所有的草帘跟拔起就可能需要花个两到三天的时间就坐在地上 一直挖挖到晚上起来之后腰都站不起来 外面的菜园也需要整理需要除草拿个除草机除半天除到手都会发抖 然后家里面落地窗还有二楼一楼三楼的那个窗户都要一个一个拆下来洗 不止玻璃要洗那个纱窗也要洗 不然平常都布满了灰尘 这些东西都得洗院子得洗 所有的地板都要把家具移开来用水洗过 然后再用抹布趴在地上擦干净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在忙一整年的时间可能很多小地方房子大泥也没去 然后堆积了很多灰尘 你看我们家漫画书这么多光漫画书的书架就有七八个搭的落地书架 你总得把它拿出来擦一擦看一看吧 不然早就已经忘记有什么漫画在了 所以总觉得过年前就开始非常忙碌 尤其那一段时间是台湾气候最冷的时候 又潮又湿又冷 而且还在上班上班要准备做一整年的整解 总结或者是做第二年的计划 特别忙可是礼拜六礼拜天甚至晚上下了班之后还要做大扫除 这个真的超累 他真的是一个精神上和体力上的负荷 而且我们是家中的长子嘛住跟父母住的家里又近 我们不只要打扫自己的家里 礼拜六礼拜天还得要回到我爸妈家啊 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帮忙打扫除了 不然老人家身体也也不见得特别好嘛 总需要人家帮忙 例如那个抽油烟机总要能帮着洗吧 或者是厨房里面的那个玻璃啊 或厨房里面的磁砖啊或者是厨房里面的那些窗户啊 都需要特别去洗 因为那个特别油嘛用了一整年不洗一洗也不行 所以过年前有这个大扫除 真的是一个体力上的负荷 我们家大门啊什么东西都要重新洗过 今年啊刚好退休了 我跟我老婆在家的时间也变多了 所以还有一个阿薇可以帮忙 所以我们家很多地方整理的 平时整理的就比过年还要好 所以今年过年前就在问我老婆要不要来个大扫除 又开始规划 然后分配工作 每个人负责哪几个房间 然后哪些衣服被子要全部把它按照规划洗好 就我们两个下了个决定 我们就不再过年前做这种特别的大扫除 我们两个做完这个决定之后 突然互望一眼 觉得如是重负 以前觉得时间到了就得做 时间到了就得做 这个是跑不掉的工作 反正你就得清一清 过年不清好像会被人家讲闲话 不清好像整个没有过年的感觉 所以把这个大扫除一拿掉 跳脱出过去传统的负荷或者是心理负担之后 嘿真的如是重负 反正平常都有在差嘛 还不如平常的时候好好整理 每个月可能分一个小地方把它清理干净 不要集中在过年前一次整理 过去可能真的是因为在上班平常没有空 所以非得在过年前立个时间把这些东西整理好 不然大家唬隆唬隆就过去了 家里脏脏乱乱的可能又得再过一年 因为过完年又上班去又没空 现在退休了把这个清扫的时间分开来之后 这个大扫除不要集中在过年前两个礼拜去做 还真的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轻松 这个小小的东西也想分享给各位好朋友 不管你是在上班没有上班 其实这些家里面的清洁工作 不要集中到过年前 平常可以做就平常可以做 能够拆到每个礼拜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其实不会觉得特别累 因为把它分散开来了工作负荷就没有这么大 然后某一个地方你清理干净之后 自己也会觉得心里特别舒坦 就像我们把整个客厅餐厅吃饭的地方清理干净之后 我家老大从学校回来放寒假 他就说我们家好像开始有变成有钱人的感觉了 我就问他什么叫做变成有钱人的感觉 他说家里乱乱的就是穷困的感觉 他说他看到很多同学家里面如果乱乱的 大概家里都不会太有钱 只要家里很有钱的 通常家里面都是非常整齐非常清洁 感觉非常的明亮让人舒服 而我们家今年有了有钱人的感觉 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想太多爸爸退休了 不要穷就很好了有钱是不可能 但是整理干净 这个倒是可以好好想一想怎么把它维持下去 好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轻松的感觉 因为过年前不需要忙着大扫除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年我们期望 家人都能够团聚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的 分享一下一整年的心情 但是啊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管你到谁家去总会有一个女主人 在忙出忙进忙进忙出的做很多事情 例如要做菜 例如要打扫 例如要安排采购 例如要事后吃完大家吃完之后 吃完饭你还要去布置一些零食 然后等大家那个酒足饭饱准备走了 那个女主人还需要怎么样清理整个环境 大家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顾着喝酒顾着聊天 却忘了那一个女主人她在厨房里面忙进忙出 通常都是一家之主 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我们回爸妈家去那个吃年夜饭 那通常最忙的就是妈妈嘛 然后有的时候媳妇啊或者是女儿会进去帮个忙 但通常都在外面聊天比较多 我发现现在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 如果爸妈妈妈老了 像我们现在年夜饭就到我们家来吃 因为我们是老大嘛 所以就到我们家来吃 而且我们家的那个空间比较大一些些 因为那些最忙的就变成是我老婆了 通常我们都会提前一两个礼拜就把那个菜单给开出来 过年的时候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就问问要到我们家来吃饭的那个 就是丈母娘啊 舅子啊 我是弟啊 然后每个人要准备一道菜的话 他要准备什么菜 然后把大家的菜逗起来之后 我们再去找其他的想法 把大家没有做的菜把它拼起 如果大家带的都是肉 咱们可能就需要做点素食 如果大家带的是素食或者是那个甜点 或者只是带一些小点心 那我们就得做几个年节时候的大菜 通常两个礼拜前我们就会开始规划这个事情 然后就要去市场采购 然后冰箱又冰不下 平常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冰箱嘛 所以就要分批弄好 然后可能从一个礼拜前就要开始陆陆续续做一些菜 有些菜要先做好冰在冰箱 有些菜要当天才做 可是当天才做又没有人手帮忙 那就得先怎么样 有的先把它切好 把它冰在冰箱里面 有的汆烫好冰在冰箱里面 然后很多时候还要注意瓦斯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天然气 瓦斯会不会在过年期间 突然没有瓦斯了 你需不需要提前叫 提前叫里面还有瓦斯觉得很可惜 太晚叫又怕过年的时候真的没有瓦斯 或者在做年夜饭除夕的时候 毕竟人家也要送瓦斯的也要放假嘛 那个时候跟人家叫瓦斯也不好意思 这些事情通通要抓在一起 做菜的同时我们又在做大扫除的工作 如果我在上班 这些事情就全部是老婆在负责 他把这些事情忙完了 自己精神和身体或者是心理 也会觉得非常疲累 我们都在外面工作 我们也觉得很疲累 所以回到家就变得比较容易起增值 就算我晚上八九点下了班 以前回到家需要大扫除 搞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又特别冷 第二天早上又要去上班 心情一定会不好 然后第二天早上五六点 可能还得先帮我老婆到市场里面去买个菜 那个时候还得到大市 因为没什么钱嘛 可能要到新民市场啊 或中立青果市场去买 因为平常没有买那么多肉 而过年的时候 如果要买多一点肉的话 到那里还真的能省不少钱 去把它买回来 你看整个时间和精神上的负荷就不一样 可是其他的亲戚朋友呢 你看大多数都是时间到了来 来了坐下来聊天 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事情忙 我们不是要怪任何的亲戚朋友 只是跟大家分析这个状况 然后吃饭吃完饭大家坐着聊天 然后可能有一两个人会帮忙收拾一下餐桌 可是最麻烦心理压力最大的 还是家里面的那一个女主人 后来我们承担了这个工作之后 我们也很开心 大家到我们家里面来吃的愉快 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然后大家玩的开心 当然也很好 只是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累 你看厨戏咱们吃年夜半对吧 所以需要准备一餐 初一我们要拜祖先 那也要准备 祖先一定每天要有东西给他吃 从早上起来要三餐给祖先吃 然后初一的晚上要到我们家吃年夜饭 大年初二要到我老婆家里面吃那个 那个回娘家的饭 大年初三以前大概就是我们国小的同学会 那我们家就比较大嘛 大概是个地标我们也没搬走 所以很多外地回来的同学 以前就是同学会都搬在我们家里面 要不在院子要不在外头 同样的状况至少要连续重复四天 四天的菜都是不一样的 过年同学来怎么不能叫人家吃剩菜 我们大年初回娘家 总不能带个除夕剩下的菜回去吧 除夕除一除二除三 全部都要我老婆和我们自己去张罗 其中有两到三天都会搬在我们家 所以那个特别麻烦 还有一个垃圾不能倒 那个垃圾堆积起来啊 这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而准备光准备那些免洗餐具啊 算算算都算不到 到处找到处买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困扰的事情 而且真的觉得很累 因为通常我们除了聊天之外 都会喝点酒 喝完酒啊年纪大了就会觉得 身体有一点没办法附和 可是你喝着喝着嘛 喝着就开了 平常不喝的过年也会喝点 平常会喝的过年就喝多了喝高了 除夕喝多了 收拾东西晚上放鞭炮 然后一两点之后睡觉 第二天早上要赶快起来 除夕不能睡太晚啊 然后起床之后准备拜祖先啊 祖先拜完之后就要开始准备 初一的年夜饭啊 准备到我们家去吃饭啊 我们就准备好多菜然后带我去 初二就要准备一些菜 带回到我的那个丈母娘家 继续吃饭啊去那里 吃饭也就在附近其实我们都住在附近 走路就好了 但是但是形式一定要嘛 去那里吃饭又喝酒啊 你看中午又喝喝喝喝喝到下午四五点 回到家又累了 因为我还是要去我爸妈家吃饭 主线还是要摆又得再准备一餐 我觉得你看除夕出夕出了特累 出三又是同学会 霍台南也很累 因为同学要来嘛 咱们也不能弄得太不体面 而且有时候搬在院子里面 咱们还去张罗一些桌子椅子 不然同学一下来很多 咱们也是不能招待不周嘛 有人坐在旁边 之前几年有人坐在旁边 坐在角落坐小凳子 我们也觉得很过意不去 可是我们家就没这么多凳子啊 这些椅子凳子 有的是从附近同学家里面借来 有的是跟邻居借来 有的是还去里长家里面借来 桌子也没这么多 他也得借来 然后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初三同学来不喝酒也不行啊 又在我们家如果我们在其他地方吃饭喝酒 我们还可以说要开车 所以不喝酒 可是在我们家这个话 好像就说不过去了嘛 所以又喝 从除夕一直喝到初三 真的一方面除过年前已经大扫除 非常累大家准备这些东西 心情就已经没有特别好了 除夕初一出二出三出四 大家我们家大概都在吃吃喝喝喝酒 和准备东西还有清理这些场地的过程当中给过去了 所以你看心情真的会 有时候真的会不好哦 虽然大家觉得气氛不错 我们也很开心 可是真的觉得特别累特别烦 那出四出五休息个一两天 你看出三忙完了 出四要那个休息一下 休整一下 把家里的东西都弄好 总得陪小孩吃个饭吧 你看这些时候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服侍大人 或者是一些跟我们同辈的亲戚朋友 都在顾他们的感觉 可是小孩子没陪到 所以一般出四出五 我们就会把时间留下来陪小孩子 以前小孩子就开始出去练球 开始去打球 我们就去球场看他比赛看他练习 现在我们就会特别安排时间 陪他们出去吃一次两次的饭 这也是个重要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忙完 基本上就准备开工了 就说在之前 总觉得有那个卢氏重负的感觉 我真的不夸张的讲 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樱花梅花 也是开的这么漂亮 甚至我们家的梅花开的更漂亮 那个时候我种非常非常多的梅花 各个品种 各国的品种我都有 可是我曾经有连续几年的时间 我没有好好坐在院子里面喝过一杯咖啡 为什么 因为过年整个都在忙 早上起来就准备做菜大扫除安排 其他的东西 然后等到最后一个客人 或者是亲戚朋友离开的时候 都已经是半夜 半夜了我们还得继续怎么样 整理家里要把这些锅碗瓢盆通通洗干净 准备什么准备第二天早上有另外的客人要来 今年我把这些东西通通给打破了 我们怎么安排的 第一个大扫除刚刚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就不再过年前大扫除了 反正那个时间大扫除没意义 等到天气热一点 反正每个礼拜分配一点工作 扫子扫子也是挺开心的 我们就刻意跟我老婆每天坐在院子里面 喝杯咖啡聊聊天 享受一下阳光 只要出太阳咱们就做晚上 只要出太阳我们就做晚上 不管吃午饭 吃中餐吃早餐 就觉得过年前好像变得轻松很多 第二个除夕夜到我们家吃饭 今年我们就把它改成那个 欧式自助餐的方式 就是每个人弄一道菜 我们出了七八道菜 我丈母娘因为特别厉害 她跟我大舅舅很会做菜 他们也出了好几道菜 桌上就摆一整条 谁想吃谁就拿椅子 大家也就沙发随便坐 我们就不去借一些特别的椅子来了 大家就坐着吃 要吃什么夹什么 要吃什么夹什么 就坐着聊聊天 就好了 然后做完吃完饭之后 各自把各自带来的那些锅碗瓢盆带回去洗 我想哇这样子反而轻松多了 大家都如是中富 以前坐着围在那里一圈小孩子坐着也不舒服 大人家有时候想要聊一些两两或三两 三三两两 想聊一些提及的话 讲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 也不好聊现在反而可以随意走动随便坐 然后要吃就去夹也不需要互相劝酒 想喝的就喝一喝想聊的聊一聊 想要到旁边形成一个小group聊天就去旁边小group聊聊天 而且这样子弄了之后 我们不需要一个大桌子把很多菜分成小小盘 顾虑到每个人夹菜的方便性就是一大盘一大盆放在桌子上面 反而大家吃的特别开心 我跟我老婆准备这个菜啊也变得比较轻松 然后晚上在清扫的时候啊 就变成大家一起动手来做 我也就请我弟媳妇 然后或者是请一些那个 妇女就一般的亲戚朋友啊 在那个休息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我就请他们去帮我老婆一起洗碗啊洗东西 整理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讲 人家也不知道需要帮忙 喝酒喝了吗 聊天聊开了就坐在那里继续聊 其实一讲其实每个人都很愿意帮忙动手 自己做很累啊 大家动手很快 劈啪啦你看桌子上面一堆背盘狼藉 劈啪两三下 三人两人四人 手随便动一下 其实就收得干干净净 桌子都擦干净 垃圾都包一包 有的人家里有车库就把他带走了 反而变得轻松很多 有的时候真的把过去的传统习俗更改一下 你有什么需求或者心里不愉快的地方 说出来 说出来其实大家只是没想到要帮你忙 而不是不愿意帮忙 说出来基本上大家都会动手帮个忙 自己心里愉快 也可以减轻掉很多工作上面的负荷 大年初二 今年就是特别感谢我的舅子了 我舅子一个人长厨 做了一整桌的菜 十几道大菜 就跟我们说 我们两个不用带菜回去 人回去就好 我说今天太开心了吧 你看厨势变得比较轻松 大年初一我爸现在在我们家住嘛 所以在我们家吃饭也比较轻松自在 然后大年初二回我带我们家吃饭 我大舅子就全部搞定了 我们也不用 我们就带个两张嘴 回去吃吃喝喝 结果你看连续三天的日子就变得特别轻松 过年前不用大少数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今年我们就把国小同学会给他暂停了一次 因为觉得好像特别特别累 而且要把大家凑在一起也不容易 有人出三有空 有人出四有空 有人出二有空 这个也特别麻烦 而且前几年啊 我们在问大家要准备哪一道菜的时候 我们好做一些调配调整嘛 如果菜不够 大家都带个礼盒零食来 我们还能够准备一些包子馒头啊 我们自己做的馒头或者是做一些菜 然后让那个桌子上面看起来比较丰富 也比较均衡一些 可是通常问了半天大家都不回答 好像连续办了很多年之后 大家对这个活动也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冷了 那我们就想一想 那不如给他停个一两年 到时候重新办 或许那个物以稀为贵嘛 久了不办 大家可能会比较珍惜这样子的感觉吧 不然久了办这个东西 我相信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压力 对其他同学来说 搞不好也是个压力 所以今年我们就把这个停办 你看多开心啊 过年前不需要大扫除 大年初一 准备菜肴变得比较轻松 而且大家一起帮我们做事后的整理 我们两三下就搞定了 大年初一在我家吃 反正我爸爸现在牙口不好 我们也吃不了太多好东西 反正很快 就能够把大年初一的事情做完 大年初二我舅子就把所有的事情给包了 他特别会做 做的特别好吃 他一个人做 还特别有成就感 我们不去影响他 也不要捣乱他 搞不好他 那个准备起来啊 更符合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大年初三的同学会停掉 我们今年等于一整个过年四天 没有忙到什么事情 想睡多久 睡多久 想怎么做 怎么做 想坐在院子里面喝咖啡 就坐在院子里面喝咖啡 想赏花就赏花 我真的好久没有感受到这种过年时候放松的感觉 这是我今年特别的感想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啊 要跟大家报告 如果你也觉得过年比上班要累很多 或者是上班有如是重负的那种感受的话 第一个过年前的大扫除分配一下 让小孩子一起参与 让大家一起参与 而且不要集中在过年前 因为过年前真的特别忙特别累 而且特别冷特别湿 那一阵子不适合大扫除 你就算把家里清洗干净了 他也容易发霉啊 所以分配到各个时间 然后把每个人的工作分配好 一年四季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 这样子会让家里变得更干净 而且过年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累 第二个过年吃饭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 或者是看到亲戚朋友没有帮忙 觉得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 如果你是大哥大嫂的话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分摊一下 大哥啊或者是男主人出来讲两句话 真的大家不是不想帮忙 而是大家不知道要如何帮忙 你把工作分配下去 其实所有人都会动手的 不要担心 不管他动手做的结果好或不好 但养成这个习惯 真的会让我们老婆啊 或者是大哥啊 或者是大嫂啊 或者是家里面的长女啊长子 或者是父母亲 轻松很多 不要把事情闷在心里面 自己不开心 那对事情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你说是吧 好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个地方了 我就继续坐在院子里面 喝喝咖啡 再等一下太阳就要照到头上了 你看现在虽然是冬天 你看太阳晒着还是会热呢 而且我讲的过程中突然发现 蚊子好像已经孵出来了 你看我已经被咬一包了 所以高光时刻就只有这个礼拜而已 嗯好嘞 特别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咯 张心漫谈天天都有闲事 咱们就下回见 拜拜